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做火雞 吃的今晚 現在就做了 昨晚就放了火雞 雞湯裡面浸 皮不會乾 我已經轉了兩次 因為這個煲不夠大 睡不到在裡面 現在我們這樣倒的湯 抹乾那個雞 然後我們就開始醃 我們今天會用什麼 來醃的火雞 用五香粉 加力粉 糖 薑粉 海鮮醬 和薑粉 待會我們放在雞裡面 蘋果 洋蔥 薑 我這個Recipe 是在網上看到別人做的 上次做的時候 還不錯 但我這次會加薑粉 看看會不會好吃一點 我們想它做成這樣 這個醬 然後我們會放在火雞 身體裡面 還有放在皮外面 第一 我們要放一些油油 在皮下面 才開始 好 好了 我們就放了火雞 在那邊 現在就切 那些東西 是用來放在火雞的裡面 我剛剛忘記了說 我會放一些霜萊 下去 因為呢 我們昨天醃的雞 的時候 就有些霜萊 在那裡 現在我們先切薑 我們今天會用完整塊薑的 要切個蘋果 要切個蘋果 我先切住一個 因為呢 那個雞的皮裡面 就好像小 比上次的那個 上次就好像用了兩個蘋果 今天呢 我們就先試一下一個 可以切細它 因為有些地方 因為有些地方 就下不了那麼長的 我們先做兩個小的 先做這個 那這個 先切去 先切去 兩個蘋果 一個在一邊 一邊在一邊 一邊在一邊 一邊右邊 這些是我們自家的 我們在外面 生了 然後就拿進來 弄乾它 因為如果我們 直接放進冰箱 它會黑 這些香菜 最好 你又生了出來 你就弄乾它 我們現在呢 就要 摘起來 它的腳 角度就可以了 我們大約 三點鐘 開始煮 煮幾個小時的 要 綁這些請 不是綁得很厲害的 沒有綁著我 我們來看看 一點磅 好了 現在就開了個焗爐 等到它 去到350度 就 放那個火雞在裡面 我們煮幾個小時 好了 火雞在裡面 慢慢煮 我們就在這裡煮個牛油 我們待會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流到上面 那個火雞裡 好了 那個牛油 融光了 現在放一些蒜蓉 進去 蒜蓉 下了 現在又加了一個 蘑菇 好了 到時候了 拔一下 好油在這裡 拔一下 這個出來 好熱啊 拔一下 它很乾 現在 我這些東西 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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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樣 倒下去 這裡 倒下去 火雞裡 我們今天要用很多牛油 唉 好肥 這樣才好吃 我們現在做的 火雞 然後 我們就 會放一些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上去 淋上去 也要淋一點 因為我們 待會 會拌了它 放了下去 那個sheet pan 放下去 焗爐 然後放一些 鹽 胡椒粉 什麼呢 我們還要 Rosemary Rosemary 不用一個棍子 拔一下 把葉子 拔下去 就可以了 接著呢 就拿碗 搅拌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這些就可以了 那 丟到那個sheet pan 裡 丟到 全部 做到一個 一個 一個 好 火雞還在那裡 煮了 多給就快兩個小時 現在就做一個 沙律 雞蛋 放在上面 那裡 還有一點 牛油 這是我們今晚的甜品 來的 日式芝士蛋糕 它在這裡 熔冰 待會呢 我就打算 放一些 Pacon 在火雞上面 好了 我就剛剛 加了Pacon 在火雞上面 現在在那裡 正在煮 現在我在這裡 做到沙律 沙律 還有沙律醬 待會會倒下去 一吃的時候 好了 火雞拿了出來 剛剛有些Pacon 在上面 還有呢 我現在想嘗試 做那些GRAVY 直接這樣做 免得用到那些罐頭 我剛剛是 上網 看看他們的Recipe 怎麼搞的 都是好像 拿回它的 那些汁 在下面那些 還有拿到裡面的菜 然後丟進去Pacon 煮一下 然後加點湯 這樣 reduce 然後就可以了 應該 不知道好不好味 如果不行呢 就真的用那些罐頭 好了 現在呢 我正在試做那個GRAVY 我要先開個抽氣線 就丟了很多東西 已經 現在呢 就等它煮到 夾一點 就應該可以 好了 今天在這裡 有Potato 有火雞 有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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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點菜 還有一條Bacon 好 可以吃了 我叫吃東西 沒有人來 只是Nail在這裡 站起來 你想吃Nail 你想吃Nail 你想來嗎 你不想吃呢 你不想吃 我要吃 我不想吃 Sherkydinner 有小碗 你這個火雞 吃了嗎 那皮不吃 那皮不吃 那皮是那些香料 好 裡面很好吃 不吃 你看 調開肉 是醬汁 加了油分 看到這麼黑色 不要吃皮 好吃 吃甜品了 你弄一下 你弄一下 弄一下 好 吃甜品了 拜拜